接下来啊 跟你们说点带有记录行样的方法了啊 最后一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大家往这看 这里边有一个例子的方法 看到了吗 这是列表的意思 它反回来的吧 是什么呀 都是死菌 而且是很多 有没有 反而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办呢 注意这个老师单独演示 啊 叫做 file least dimer 啊 就这里边一个记录含量 所以老师单独说 就这回事 least dimer 呃 直接来一个controller 创迷件 public 山料 首先来一个file 就等于 mio上一个file 我这里边来一个叫 z盘 紧跟着大家 look 到底行不行 我这 来个什么呀 死菌 file 内 谋属 等于 file 点 不是干点 list 这里边装的什么呢 说实话 都不知道 对吧 那你莫不如啊 直接演示一边算了 内 打印一下 那你 这能看懂吧 来走一遍 哎 是什么 这会儿 是啥 他打印的 是我c盘 当前 录下 所有的文件 以及文件夹名称 并包含着系统隐藏文件 名称 哦了吧 哎 比如这个就隐藏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这都隐藏了 啊 这有谁啊 有一个叫做这个 看到了吗 这叫做系统卷标信息 注意 这文件夹也是隐藏的 我跟你讲 家伙呀 在访问 文道寺里边 这文件夹什么 有些是访不了的 一访问就失败 为什么呀 全线不够 明白了 那个文件夹加了全线了 一般访不了 也不需要你访问 那是人家程序 特定程序能访问到的东西 等我说一次吧 一访问这个目录就失败了 这个是我说了一下 这个什么 过去目录的动作 明白了吧 例子的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吧 能拿到当前目录下的 当前目录下的什么 文件 以及 文件夹的名称 那 包含 隐藏文件 注意指导前啊 再说一点什么呢 这里边 强调一个新东西就是 如果你这里边封装的 并不是一个目录 而是一个文件的 看到了吧 这文件不管它在不在 这都不重要 大家一个运行 飞飞 为什么就飞飞了呢 那是因为 这个宿主根本就没有创建成功 大家运算一下 什么东西呀 它输了 看到吗 这个宿主根本就没有创成功 所以记住了 那 要用 例子的方法呢 在要对象中 封装的 必须啊 目录 那 否则 怎么样 否则 会发生 风指针一场 因为返回速度会为空 还有一种情况是 如果你访问到了一个已存在目录 但是呢 它是一组级目录 返回来也是空 所以 判断 它到底是不是隐藏了 那 还有判断 如果是空的话 就继续怎么样啊 就 不要再去列这目录了 那 所以要加进 这种判断的 如果访问的是 系统的目录 也会发生 空指针一场 那 因为 它不是掉了你的属性的吗 一掉就失败了 可是 如果有人访问的 真的是疑问 疑有目录呢 比如这ABCD 看着 ABCD 谁 存在吗 还存在 看着 这些速度是带的 但没有东西 对不对啊 这是对的 这个时候的长度什么样啊 这个时候的长度是为零的 明白吗 这要记住了 如果 目录存在 但是 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 会返回一个速度 但是 没有 速度 但是 长度为了高 为零 行了 行了 不用再废话了 哎呀 差不多了 接下来 保持看 进去 再来 有万味 我